iene and hella 好久沒有傳youtube 上傳youtube就是我們 sneak проц пока 蝦凱的soItch 最 juntos一直在抖音 所以 如果你想看我比較 短視頻的東西 然後想看快點的話 因為現在專心在做抖音 你们可以follow下我的抖音 然后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 YouTube和Bilibili的观众 但这期视频是这样的 这期视频是一个很豪华的开箱视频 因为首先是这样的 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胡人出局了嘛 现在我们先讲 胡人 昨天人被横扫了是吧 詹姆斯 爆拿四十岁 演赫就输了 那见热度了我们也是想说 开一开蓝球鞋 然后这期蓝球鞋是 你们在外面基本上见不到的 全YouTube 包括老外中国人 都没有人在做这样的内容 那我们店毕竟因为有十几店嘛 我们首先拿这个东西当裤子 然后呢 也同时能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爽的开箱 今天要开的三双鞋很简单 大家可以看 这个是很久违的叫 用台湾话讲叫开箱文 第一个贾莫兰特的这个蓝球鞋 第二个科比的PE 第三个是科比的老鞋 我们先讲莫兰特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双是莫兰特的Midnight这个配色 首先啊 莫兰特大家也知道 然后又被cancel了 他这个又持枪 他被Nike把所有的联名都取消了 把这个Nike 他的那个鞋子也不用再发售了 那这个鞋子呢 是莫兰特那个时候 都二次发售的一双特别版 这双鞋 好亮 很帅 其实很简单 他这个鞋子就是等于说 比如说所有球星在发第一双蓝球鞋的时候 Nike都会给他 通过他的个人特色 做一些他特别的版本 这双鞋刚发售的时候 有那时候很屌 在某一个城市 在这个是孟菲斯吧 他们这双鞋发售 是在一个冰 冰窖里面 全是冰 因为ice 因为这个石华洛士奇水晶的灵感 莱贼莫兰特很喜欢带那个钻石牙齿 你知道吗 牙套 那个wrapper很喜欢带那种 牙齿闪闪的那种牙套 所以是ice 所以他们发售的时候呢 整个搞的也都是大冰箱 全是大冰棍 然后这个呢 苏氏 logo就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石华洛士奇水晶 然后这边写个12am 底下呢写 It's 12am somewhere OK 这个先不说这个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 石华洛士奇水晶 跟nike官方列明 我具体知道的 就开克斯班冰马克 就是CPFM档 和 这个 因为它只要有联名的 上面就会有石华洛士奇水晶的这个 标 那现在这个鞋呢 其实我 那个时候 因为我打蓝球 那个时候我想买个莫兰特一代 想去试一下 但是 还没试它就取消了 那正好 前身520 我一个客户 为了给你的女朋友送礼物 哈哈哈 把他的出堂卖掉了 那很简单 这个 这个 我还跟宋部长说 我说人家肯定是那个 人家肯定是那个叫什么 要买个小包包 对 它这个这种 一共给我开始的五位数嘛 一一一大开的一个 人民币的一个一个价格 我都跟宋部长预测了 我说 他肯定是 买 买个包包七千块 吃个饭三千块 睡个牛逼的酒店 来三千块 然后这一万多枚了 所以就很 因为他就是接近520时候开上这个鞋子嘛 但无所谓 但是 所以 他说我观众啊 你真的嗨你女朋友 我跟你讲 多干这种事情 多找我呢 那我们 不撑那也没有用 但这双鞋其实 颜值方面真的很帅 包括 其实以投资角度来说呢 莫兰特他已经没有部署男双鞋了 那这双鞋子我觉得 你觉得宋长你觉得会不会被升高 除非莫兰特像阿里纳斯那样 那不然这双鞋是废的 对不对 那 就这么说吧 因为StockX的Lasio已经表明了 这双鞋已经价格在升高了 但是我们店 十一码现货 卖的也是这个正常的价格 而且呢 不用担心挣扎的问题 因为 Ebay Authentic 我们现在店里所有的sneaker 都是Ebay Guarantee Authentic 所以大家放心买 网站上有连接 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充 这就是第一双鞋 很难见 因为这个鞋子 特别特别不好 不好去找 而且就算你有钱的话 他们要的价格一般都挺高了 所以差不多是这第一双鞋 我们第二双鞋讲的就是 也是哥们的 哎呀 我们的好兄弟 哎呀 这个应该是 不好意思 应该是给女朋友买这个叫什么 买包了 这个鞋应该是住宾馆 这个鞋应该是买包了 这个鞋首先要讲 我最爱的 我觉得是最美的蓝鞋之一 柯六 柯六很多很经典的配色 有清风霞 包括我们店上面那些 有这个 Cobian Gigi叫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漫 漫八精神这个 还有你卖的那双乳线 还有我卖的乳线 叫Sink Pink 很多很多的很好的配色 这个配色也很屌 EYBL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美国叫 EliteBasketball Youth 不是 EY Elite Youth Basketball L League 就是 哎呀 中国还讲这些小弟中联盟 哈哈哈 不不不 叫 精英 青年 精英青年 篮球 联赛 联赛 就是 再从通俗一点 就是打得很屌的青少年去的联赛 那这个这个鞋呢就是 呃 当时柯比 因为柯比的女儿不是打那个 打类似这样的 很女性的这样的联赛 所以呢 柯比就专门为VIPL EYBL 做了出这个配色 很屌的是 比较好的是什么 因为一般来说这种PE配色 都是 很大的 因为他们打球厉害的那些人 脚的很大的 但是因为正好这个EYBL 大家穿的size 因为都小孩嘛 size不大 所以留出来这些版本EYBL的这些鞋子了 我们哎 中国人 黄金马都能穿 所以还不错 而且 这个鞋子 呃 前两天这个詹姆斯的儿子叫 还算布莱斯 还不是 布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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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穿了这双鞋 打了一个 搞了一个很帅的一个instagram 然后穿这双鞋子 那这双鞋子很很简单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这个 泼墨整个设计来说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 柯比6的一个鞋型 后面后跟鞋的EYBL OK 整个鞋身是黑色的 然后 但你不觉得这个鞋子很像 柯比其他那个 柯路鞋下也可能是有点奶奶 更像一点 这个就很 蟒蛇的配色 很像一种很凶的那种蟒蛇的感觉 而且柯比是黑曼蟒 所以我觉得 这个颜色是个人来说 更能显出黑曼霸精神的这双鞋子 雪武服我觉得这双鞋 可能比那双黑色的 还要更加的 曼霸精神 所以我觉得这个鞋子其实 颜值方面没得说 因为 常常来打球呢 你肯定是超级富二代的 我都 这鞋子其实我经手好几次了 我也没有说他突然打球嘛 但是 我们国家已经有救富二代的突然打球了 是吧 我们十一码现后 以贝Authentic 在这边 连接在这里 如果想省个税 微信在这里 那 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觉得这双鞋 在你们这个心里面 PE 这就是PE 你们觉得这个心理价格值多少 我觉得这个鞋子 现在国内很简单 我饭得多之后 基本都是2万左右 2万人民币 左右 我们没有那么贵 我们 非常良心的那 size11 然后还有最后 shut my boy 没有你给女朋友买 礼物 就没有大家 良心的价格 OK 差不多就是第二双鞋 OK 最后一双鞋 是我们客人找我们订的 我们好兄弟 我好兄弟叫什么 我们成兄 我们好兄弟 在我们这边消费了十几万 买的都是科比 那个钱就是 哈哈 一到店里面拿了钱 就是 就是 很屌 那他找我们 Source这双科比6 主线来 首先啊 这个鞋子其实在 back to 这鞋子什么时候 09年10年的时候 这个鞋子其实不贵 那个时候鞋子这个东西 也就是 Nike直行店 能随便买的 但是这双鞋实在是太少了 包括这个 科比去世之后 科比价格涨了 然后这个鞋子包括 它的全新的很少很少 不多 因为国内我知道有一鞋 但是在国外这边 其实它不独 因为大家都穿了 比如就比如说 你现在去买一双 LeBron这个全明星 假设你等到 LeBron去世之后 你这个鞋 你不可能还keep全新 你懂不懂 是这个道路 所以这个鞋其实不好找 但我们还是通过 是吧 我们的 一些Source 给大家搞到这双鞋子 这双鞋首先啊 我觉得算是 最美的乳星来 之一 每个都说是最美 因为小妹 这个很好看 因为你看这个 实在给不住 实在给的太多了 你看这个开药 其实你看那个 其实算乳星来吧 它已经买了 我们的成修已经拿下来了 它已经拿下来了 但是是这样子 你不觉得那么乳星来 和这个乳星来 跟这个乳星来比 这个更纯正一点 就是它这个粉色多一点 你不觉得现在Nike出乳星来 它粉色占比没有那么多 你不觉得吗 对吧 老的鞋子 那一双开药 你不说是乳星癌 我都不知道 它就是乳星癌 开药它就是个乳星癌的机构 就比如说 哈哈哈哈 不 那大家可以看 就这个鞋 其实没什么好想 就是说我很集中 那天拿到这个鞋子的时候 而且这个盒子就是那种很 哎呀你当时说Vintage开箱 对 就是感觉像我在开 开个Vintage劳力士的感觉 对啊 那天我跟宋部长说 我感觉我在开一个古董劳力士的感觉 有那种很兴奋的感觉 比我开一双All Fresh Chicago更兴奋 所以这个鞋子 All Fresh Chicago都给我们摸烂了 对吧 所以但这个鞋子就是 包括因为是老鞋嘛 它的配置也是非常好的 前后掌都是有器件的 不像Portual之后 在Nike减配的 所以这个鞋子 其实不是给大家介绍 要是给大家分享看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美 晚上是进入成兄内 乳兴安是吧 收藏室 等我们成兄收拾了谈朋友 再购给我 那就是真的很夸张 所以最好不要讲 可以给女孩子花钱 是道 不要 这其实是 比如说你有100万 给女朋友花1万 我觉得是OK的 如果你100万给女朋友花100万 那就成什么杀掉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最近收了一些很奇特的东西 这个鞋子其实我们之前很奇怪 有些时候我们收不到的东西 客户问我们 我们收到之后 我们又找不到的客户了 所以以后 这种客户都给我标注起来 对吧 比如说找 你听到没有宋伯导 比如说他找这个鞋子 你标注起来制定它 等到这个鞋子 就像窝狗一样去骚扰它 不是 但这个鞋子很屌 就是我还得跟宋伯导说 就是很兴奋 因为其实我一直想说孔零豆子 但是它实在是太多了 包括它的价格也太砸了 然后你又不知道这个品项怎么样 包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是很少人玩这种老鞋的 我觉得我们店是唯一一个 有点老鞋的店 你其他这些店 多伦多这些什么索费的 其他那些店 他们都是新鞋 pantatang 就没有什么文化 我也没有说我很有文化了 但我至少比他们有点文化 那这个鞋子就是一个收的很 我觉得很兴奋的鞋子 恐惧斗屎 很屌 自我怀疑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兴奋的激动 不 很兴奋的激动 很兴奋的pick up 那接下来要来讲就是bap star 那这bap star 其实这两年 自从这个nego 你知道nego吗 能压着那个 对 nego你知道是谁吗 你谁啊 不是 nego是bap的创始人 nego创建了bap bap 但是最后nego把bap卖给了大公司 就有点supreme的感觉 你懂啊 这个其实双鞋也就是抄袭 Air Force 1 但是呢 Nike又没有去 告他 你能理解我的 所以这是个很擦杯球的东西 潮流门的 那很简单 这双鞋就是很难见的一个bap bap star和currency currency是个rapper 它是一个联名 这个鞋子在star上面拉扫是1000多下面 所以是那个 这个也是我们前两天有个客户 他专门玩bap star 他不想囤了 卖给我们 那这个鞋子我觉得就是 那不是沃罗马 如果是沃罗马的话 我觉得上脚很帅 因为它首先是蓝色的外 它拥有MCA的感觉 但是它里面内饰是黄色的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MCA那双鞋里面 是黄色的什么样子 而且它的价格又是MCA的一半 所以我觉得 加上它是个rapper里面 虽然这个rapper 我不怎么听rapper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就是 算是给店里面添了一个新的种类 大家如果有喜欢的 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连接放这边 微信放这边 然后也是 如果没有能力 或者是只是看看的话 也是可以给大家欣赏的这个鞋 我觉得很帅 很少会在店里看这双鞋子 那再下面一双就是一个IG Hidden.noi大家都知道 Hidden.noi是一个很屌的 潮流的一个平台 Instagram 这双鞋就是Based onHidden.noi那个vibe的感觉 棕色的一个橘皮加上绿色的拼皮 白色的swoosh 这是一个艺术家定制的一个babestar 然后呢这双鞋当时在Hidden.noi那个Instagram上面 有很多很多的赞 所以后面我的客户就要买下来 超贵买的 小1000多美金买 那我们这双鞋也是 我们收下来 因为我觉得这双很帅 但又不是我的嘛 所以呢我们 我们又得个爱给我的客户了 真烦 你现在越来越有抖音那种带货的感觉了 要死了 所以为什么在做抖音了 那这双鞋也是很简单 具体其实没有什么要讲 其实我觉得颜色很帅 因为其实这个颜色 棕色配绿色的 其实我觉得很有质感的颜色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登登 老样子 差不多就是这期的开箱文了 这个非常的哇塞 我们预告一下 我们只要去Miami 5月28号 Miami的Gasso 希望热火镜决赛 对 有可能还能去 很多会有很多内容 热火Miami的城市Vlog ShoppingVlog GassoVlog 加上可能NBAVlog 这是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6月7号去哪里 芝加哥 芝加哥6月7号SneakCon 我们到时候会会有芝加哥Vlog 所以下一个月的内容会非常充实大地 like and subscribe like and subscribe我channel 然后 记得follow我们的网站 Instagram 微信 抖音 马上冲一冲 今天到十万粉 到十万粉给大家送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东西 十万粉 OK 我们差不多就是视频 我们Miami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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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邀 下期再见 的人